MX TV 连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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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各位! 欢迎收看 这一期的MX TV 那么现在呢,我跟 Vegina呢,准备乘坐 一大早乘坐飞机前往这个墨本 因为我在我整个 MX 玩澳洲这个系列里面呢 没有带大家去墨本玩 那么这次呢,趁这个机会 我就带大家去逛一逛 墨本的这个美景 OK,我们现在马上坐飞机 Let's go! Yo 各位!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 墨本这个机场哦 大家可以看到,墨本机场呢 其实它分了两个 一个是Tura Marine,一个是Avalon 所以说大家,下次要来墨本玩的时候呢 买飞机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去Avalon的话呢,那个机场 离市区是比较远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叫做Tura Marine 然后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叫 Sky Bus,大家可以来坐这个Sky Bus 去到墨本市中心哦 坐Sky Bus去市区大概要 到半个小时左右吧 今天呢,我就不坐这个Sky Bus 今天是我要去租车 因为我玩三天嘛,我要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说租车,自驾游还是比较方便的 OK 哈啰,各位,现在呢 我就已经把车给租到了 在澳洲,我觉得 自驾游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有机会来澳洲玩的话呢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 诶,租一台车,出来玩一玩 而且这个价格也不贵啊 我现在租了三天 这台三菱就是92 没有到100块澳币 就还可以,三天100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 OK,那么现在呢,我就会先去 墨本的一个小地标吧 叫做彩虹小屋 彩虹小屋距离这个 墨本机场呢,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车程 然后沿途呢,都是一种 比较漂亮的风景 那么现在我们先 一起出发,Let's go OK,那么现在呢,我们就 来到了 算是墨本的 南岸 南边的海滩吧 对,这条有个很长的 一条 海边的小径,海岸线 非常的漂亮 等一下呢 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 就到这个彩虹小屋 第四周 海滩的海滩 对,这条海滩的海滩 对,这条海滩 对,这条海滩的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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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各位,现在呢 我们就开车来到这个 哎呦哎呦,叫 Brighton什么boxes Brighton Bashing Boxes OK,Brighton Bashing Boxes OK,Brighton Bashing Boxes 超冷的 呃,现在是刚好是 澳大利亚的冬天哦 所以说,现在温度其实 还好就十度左右吧 十一十二度这样子 大家来的话要穿比较抗风的,保暖的衣服 前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 彩虹小屋了,我们现在就来走过去 这条海滩的衣服 放入冬天 就算了 可以帮忙 有什么人 做的 而且 她有什么人 我可以帮忙 那样 我可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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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心吗 现在还没有吃到好吃 我们等一下就去找一些好吃的东西 现在风非常大 因为是海边的关系了 今天呢就是来到这个墨本的彩虹小屋 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 算是墨本的其中一个地标吧 墨本有很多地标 但是这个呢应该算是一定要来的景点 后面很多小房子很可爱 刚刚呢就去完这个彩虹小屋 现在已经饿死了快 超饿的 现在来到一个South Yara的地方 来吃一个很厉害的日本料理 现在呢我们走在一条 还算古色古香的一条街上面 然后墨本的交通运输呢 其实很多是靠电车为主 这条路挺好看的 还有枫叶 我们就来吃了一家和牛屋啊 不知道要不要预愿呢 有没有开门呢 在这个和牛屋里呢 我点了一个和牛的盖焦饭哦 这个吃起来非常的不错 口感非常好 而且这个牛味呢也很重 然后接下来呢 我也点了这个来自法国的进口鹅干 加上黑松露 非常非常的好吃哦 非常推荐大家来点这两个饭 有各位那刚刚呢 就我们在休息了一下之后呢 现在就出来逛逛街哦 等一下我们会吃一家 比较出名的另外一家日本料理 现在我们就先在墨本的CBD哦 市中心逛一逛逛逛街看看 有什么可以买的吧 现在还挺热闹的 刚刚呢我是乘坐这个Free Train 这是免费的一个电车 因为在墨本市中心哦 它有一块像厂方形一样的一个线路图哦 在这个厂方形的圈内呢 坐电车呢是免费的哦 这个要注意 但是出了这个区域呢 坐电车就要收费了 大家下次再坐这种电车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看你要去这个地方 要不要收费哦 对 然后记得买票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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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各位 刚刚就跟大家试吃完了这个CALIA 里面其实装黄 然后都非常不错 它菜色其实也非常的精致 但有个问题就是感觉 比较一般般就没有说像那种小红薯他们说那么好吃啦 但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来尝一尝他们这个甜品 适合拍照 对适合拍照打卡 网红打卡 很适合 OK 那么现在呢 我就回去散散步刚吃饱饭嘛 OK Let's go 各位 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这个圣保罗大教堂 它也是呢 墨尔本的地标之一 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基本上呢 来墨尔本玩的话呢 也会去后面这个大教堂 然后在我们身后的呢 就是这个弗林德斯车站 它是墨尔本这个地方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火车站了 OK 那么今天的Max 带你玩墨尔本的第一天 到底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赞 分享出去 我会每周上传影片喔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See ya 我们下期再见